据国内媒体4月20日报道 当地时间18日晚 俄罗斯军队对乌东顿巴斯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 19日乌国防部称 俄军在一夜之间发动了数十次空袭 以及大规模的火炮和火箭弹攻击 俄军部队试图沿着整条东部战线向前推进 目前乌克兰东部小城克里米纳被俄军占领 对此俄罗斯国防部19日早上称 俄军昨夜使用高精度空机导弹 打击了顿巴斯部分地区13个乌克兰阵地 包括具有重要战队意义的斯洛维扬斯克市 其他空袭打击了乌方东部前线的60个军事目标 俄国防部称 在夜间的军事行动中 俄军使用火箭弹和火炮 一共击中了乌克兰1260个军事目标 俄防空系统甚至还在顿尼茨克地区 击落了一架乌克兰米格29战斗机 此外 俄国防部19日还放出一段俄军苏34战机 挂弹空袭乌军的视频 但在19日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在接受今日印度独家采访时表示 在乌克兰东部的行动 如之前所说 旨在彻底解报敦尼茨克人民共和国 和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 拉夫罗夫指出这场行动在继续 现在开启下一阶段 他还强调 现如今是此次特别行动的关键时刻 同日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也表示 俄罗斯军队正在执行最高统帅 在特别军事行动过程中确定的任务 正在逐步落实 解放敦尼茨克人民共和国 和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的计划 正在采取措施 以恢复和平生活 他还称 参加此次行动的俄罗斯军队 在履行军事职责时 表现出了勇气和英雄气概 值得注意的是 18日晚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发表电视讲话 表示俄罗斯军队 已经开始了他们准备已久的顿巴斯战役 他说 整个俄罗斯军队的很大一部分 现在都集中在这次进攻上 无论有多少俄罗斯军队被驱赶到那里 我们都会战斗 我们都会保卫自己 我们每天都会这样做